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科系股强势政策敏感度下降 我们看到内地是发布了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而快手同bilibili这样的一些股份 股价不跌反升 另外一方面 美团和阿里旗下的外卖平台 是遭到了广州事件局的约谈 来处理食品安全的隐患 但是股价也是不跌反升 怎么来解读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为什么往往以前受到这种政策敏感度 非常高的一些平台科技股 这一次对政策的敏感度会下降呢 是他们变得麻木了 还是此次的反弹力度 真的太强难以阻挡呢 我觉得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就是说 最近其实类似的一个科技股 其实股价已经非常弱势 大家也是会担心说 无论是说政策性的打压 还是罚款也好 这种情况下 而且加上市场就是一个氛围也不算是太好 导致到一个基金也是一直流出这个科技板块 所以今天两个新闻 第一个你说一个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那我觉得第一个其实你说算不算打压 我觉得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其实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很多的不同的一个行业也好 当时说比特币也好 这种你去规管它 其实反过来 你也不是说真的是针对某一家公司去做 而且你去规管一个平台其实也会导致到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对手 可能也是熬不下去 所以反过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龙头的公司 其实对它是有利的 这个管理办法其实说让这个行业比较健康的发展 另外的话你说美团跟二流没有那个广州那个月潭的话 然后我觉得作为平台本身 它是有责任去做这个整理 而且这个是广州市也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很大范围 真的是会冲击到一个整个公司本身的运营上面情况下 我觉得本身这个消息应该是说不应该会构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趁着市场其实也是 你看到情绪是有点真的是往好的来方面 所以重新去炒回这种科技这个板块而已 所以听到您这样的解读的话 会发现政策往往都是有好有坏的 往往对一些这个龙头股份来讲的话 有政策的出现对他们来讲可能也不算是一件坏事 另外呢其实呢我们也很想再聊一下 关于这些个股方面 首先要说的就是美团 那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造好 包括整体大市的向好 其实都是由美团的一个带动的 那它也是今天上午表现最好的篮筹 为什么资金会青睐于美团呢 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配股消息之后 好像这个安全边界也提高了 另外就是五一环境中 好像消费旅行概念也会变得比较出挑 这些是否都纳入到了今天的上升考量之中呢 那还有哪些因素也是近期大家需要值得留意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积压太久吧 这个市场因为刚之前就是也是很多的负面 就是加上这个配股的话 就是一直压着这个美团的股价 今天我这是觉得最近其实也看见这个整体的市场 你看见这几家一些比较当潮的股份 或者是一些焦点的板块 其实你看见无论是大盘 有一些明显的一个大跌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的股价也是屡屡的 都是趁着这个区间范围的话 其实你看见市场是有确实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些承托的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后市来讲我还是会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就会已经是马上引起 基金去流入去这个波的反弹而已 那现在您会建议投资者去进行部署吗 我其实个人来讲的话 我对于美团的话 我自己还是会有一点保留 而且我如果今天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话 我觉得是科技股 因为之前滞落太久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比较明显而已 但如果有留意最近的话 其实很多不同的板块 其实也是做的挺好的 因为科技股的话 刚刚讲了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明朗因素 比方说真的是会有一些监管的处罚 这个出现的话 因为今天出了一个加里巴巴 这比较大型一点 其他公司其实还是有点 悬而未决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自己个人来讲是看好后市 但我觉得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可能科技股未必是我的首选 可能并不是首选 那今天除了美团之外 强势反弹的还有快手 快手五盘是收涨3.42% 是报到了254块港元 我们看到其实快手搜索的负责人 昨天就透露 目前快手搜索的月活跃用户 已经是超过了2.5亿 那在主要的APP当中 月活跃的渗透率是达到了50% 单日视频搜索量 也是达到了2.5亿次 整体上就会相比去年是翻了一番 这样的一些数据 是不是也是给到今天 股价上涨一定的支撑 你会怎么来评价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呢 我觉得今天的新闻可能只是一个借势 就是趁这个新闻去炒一波 当然股价已经一直形成一个下降轨的话 有一波反弹我觉得也不是说很意外 只不过反过来要想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趁反弹 可能先评掉这个仓位了 因为毕竟最近也是挺弱势 而且它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 越活越亮也好 还是一个公司业绩好 其实如果你说翻了一倍 其实也是正常 你看股价就是它的估值 给到它怎么高 而且从IPO来讲 其实已经翻了不止一倍了 其实大家已经有这个预期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说后市怎么去看的话 我觉得毕竟这种IPO 它现在其实大部分 如果真的是从IPO来讲的话 还是获利 当然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一个企业货在上面 如果这种形成一个下降轨 还没找到一个很明显的支持的话 有可能还是会形成一浪地域一浪的 所以如果要选择科技股 可能都会宁愿选一些 比较有一个盈利表现的话 是一个比较过往历史记录 比较强的一点都会比较好